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第20轮的比赛继续展开争夺 广州队迎来了河北队的挑战 上一轮比赛山东泰山已经提前夺冠 而广州队继续排在积分榜第二位 此番面对争冠组最后一名的河北队 广州队的目标自然是全取三分 最终两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后 广州队凭借着18岁小将明杰和谭凯元的进球 以2比0完胜河北队 这样一来广州队以五轮不败继续排在积分榜次席 据悉本场比赛过后 广州队裹脚将提前放假 以准备接下来的试预赛 从赛后的数据统计来看 广州队占据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全场比赛他们总共拥有14次射门 其中摄政为4次 而河北全队只有4次射门 摄政更是只有可怜的一次 控球率方面两队差距并不大 广州队以57%稍稍领先 进攻方面广州队以112次领先于河北队的90次 危险进攻方面 河北队出乎意料的以39次领先于35次的广州队 传球次数方面 广州队以534次 大幅领先于河北队的410次 此外在传球成功率 传中成功率 抢断成功率等关键数据方面 广州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领先 比赛开始后 广州队立即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他们接连冲击对方的后防线 第11分钟 广州队便率先取得进球 杨立于在左路接到队友分球后突入禁区 随后面对门将推射圆角 对方门将用手挡了一下 提球弹出 对方防守球员解围时 提球杂重凌杰弹入网窝 广州队取得1比0领先 第27分钟 张修为冲顶空门得手 不过裁判在好看VAR后 裁定廖立生略位在先 进球无效 广州队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 第74分钟 广州队再次取得进球 中一号一脚直塞撕开了对方后防线 谭凯元一脚精彩的扣球 甩倒了对方球员 随后左脚低射破门 帮助广州队以2比0领先 最终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结束 赛后场边的一幕让人不禁感叹 广州队教练郑志 一直等待球员下场 随后主动走向球员 以及教练组成员 一一与他们握手致意表达感谢 然后才离开球场 郑志一直保持有这样的习惯 能够坚持这样做应该是一股清流了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吧 此外每当有球员换下场 郑志都会上前迎接 并握手致意表达感谢 也难怪球员们都很听 能够五轮不败 也是有原因的